对于沙翼,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部《武林外传》让他火遍了大江南北 前段时间他在节目时还调侃到 自己当年的火爆程度能让吴亦凡 陆寒害怕,虽然他当时是开玩笑 但这却也是事实 毕竟当时的沙翼可是无数小女生的梦中情人呢 但可惜如今这位男神也变成中年大叔了 不得不感叹,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 看到如今沙翼事业有成的样子 谁能想象到他曾经也被换过脚呢 明明定的是男一号 为了角色他还特地捡了二十多斤 结果却硬生生被换掉了 想必他当时也是很心酸的吧 其实这一切还要从那部上错花脚架对狼说起 相信很多90号的小伙伴应该看过这部剧吧 当时他的原定角色是男一号 相信看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个角色一直在装病 给人一副活不久的样子 为了能贴合这个角色 沙翼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硬生生捡掉了二十斤 本以为剧组会满意 结果却突然被电话告知 被换了脚 要去演一个将军 而这最多也只能算是男一的角色 其实这一切都是黄毅促成的 他当时正好和聂远在谈恋爱 而他在接到这个角的邀约后 便向导演推荐了男朋友聂远 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把聂远推上了男一的位置 而沙翼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演了男四 当时聂远虽然是第一次演戏 但因为正好和黄毅演一对夫妻 因此他演得非常自然 让人完全挑不出毛病 没想到这部戏在当时非常火爆 聂远也就此称号 后来还被观众们冠上了古装男神的称号 可惜虽然聂远凭借这部戏出名了 而沙翼却是玩走红了六年 直到后来那部《武林外传》才让他彻底打开知名度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有些不太好 导致沙翼后来一直都不愿意提起这部戏 在接受采访时他还表示 自己根本不敢看这部剧 实在不忍心看到当时的自己 看来这次幻觉风波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呢 不过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沙翼似乎也放下了当年的事 两人在跑男中相遇时 还很有好的打招呼呢